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丽 然后今天这条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新西兰考驾照的一些流程跟注意事项 以及所需要的资料啊 首先第一点,我们是旅游签进去的 它是可以考驾照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考驾照了 我们没有移民啊,不要误会 我们去考驾的目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年在外面旅游嘛 有时候去一些幼度的国家 要去中国的翻译件它不是很认可呢 这样就很麻烦 我们想着反正比如说要去换什么其他驾照啊 什么的也很麻烦 我们不如考一个官方认可的幼度的驾照好了 刚好我们在新西兰,刚好我们又有时间 那所以我们想着OK,那我们就去考一个吧 就这样子 然后第二个,我们在新西兰考驾照需要哪些资料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中国驾照的一个翻译件 但是它是需要新西兰官方认可的 我们做的是VTNZ 然后你去VTNZ,你记住这个 你去某宝去搜,一搜一大堆啊 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护照的彩色复印件 跟你驾驶证的彩色复印件啊 这个你要自己带去 至于这个VNTZ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就是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跟类似于跟中国的车管所 大概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什么AAR好像也是可以的 但我们没有做 当你把资料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考试了 第一次呢我们去的是那个VTNZ 这个的话应该你住的地方每个居民去附近 都会有一个就像当一个服务中心一样的吧 但是我们去那边呢 他说不行叫我们去到AA 然后我们又去了附近的AA AA也是跟VTNZ差不多的 我刚刚说过了类似于车管所吧 但是具体有什么区别我不太清楚 现在我们考试了 考AA去 来自AA这边考 刚才去了那家好像是不能考的 材料在哪 然后我眼里有没有续新 第二个呢 然后就是报名和考试的流程 报名的话就是很简单 我们到了AA之后了 大概就是填了个单子 然后单子上面一些表格吧 就是什么姓名注册 你住哪里 你第一次考驾照什么时候 你就是一些都是些基本资料吧 你填完之后呢 然后就去交钱 信用卡跟现金都是可以的 交完钱之后呢 然后你在旁边去测试率 大概就是一些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颜色 大概就是你看到了什么几点几啊 还是类似于中国的这种这种这种吧 我看到的我们当时是什么ABC吧 大概是说字母吧 反正都很简单 测完之后呢 你马上就能安排考试 因为我们当天去的时候呢 也没什么人 也不需要排队的 所以现场就考试了 当天报名当天考试 一个电脑给到你像中国一样的一个电脑 不过我们去的那个点 它只有一台电脑 然后就考考考考考 就流程了跟中国差不多 然后只是规模稍微小一点 因为是里面是不能拍摄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里面没有拍视频 我们已经考出来了 对我们本来今天上午去另外一个地方 什么NZ那边 他说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考驾照 他说他那边材料不能弄什么 不能录信息 不能录信息 然后在我们来的这个AA这里 材料什么都是很简单 然后考试费的话是144块6牛币 可能折合人民币在600块钱吧 当场就可以考科目一 科目一考完再约考目二 如果大家女孩再来下次画点妆吧 而且你看我不是戴一个头裤吗 我觉得把头发所有的枯上去 然后他到现场拍照 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很丑 他说头裤不能带 然后结果拍了一个这样的照片 一定很丑的了 然后我就是这样子坐在那边 啥都没有的 疯子一样的 科目一现场就能考 跟网上35道也是35道题 30分钟 我们在家里做的那个模拟题 其实还是有一些 他可能题库是有点没有更新的 这边还是有一些题没有见过 但是大差不差也能过 陈阳是过了 我是差一点 我多错了几题 多错了几题需要补考 他现场是可以补考一次 当天就能补考一次 但是如果第二次挂了的话 比如说理论啊 那一天可以考两次 如果第二次挂了 那么你需要十天以后才能再补考 那如果今天不考第二次 明天再来的话 就是你可以明天过了 后天再来 后天过了 大后天再来 你每天都可以 每天都可以来 知道吗 所以我想想万一 万一今天我又考过了的话 我要十天以后了 我就又约了明天再来 我多错了两题 三十五道题只能错三道 然后陈阳刚好错了三道 我错了五道就挂了 恭喜陈阳 洗题科目一 走回回去了 而且他现场补考是不要钱的 就会给你个单子很快的 但是考试之前有一点要说的是 你需要先在家里做题 你觉得自己准备的差不多了 然后你才能去报名考试 一期合成 考试的话你去那个 它是有中文版的 现场考试也是有中文版的 你在那个程序上搜啊 什么新西兰考 理论考试那种就能跳出来 你去找就可以了 我们现场的考的也是中文版的 大概是 是三十五道题 三十五道题 你考完是三十分钟 其实正常考的话 十分钟 很慢很慢的情况 十五分钟就是够了 所以时间是处处有余的 然后要细心一点 耐心一点 把这个题啊好好省 因为它题其实都是很 没有那么的花里胡哨的题 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题 还是很简单的 是需要细心一点 比较好过 但是由于我的初心呢 我还是考了两次的 所以整个流程呢 是非常丝滑的 就是工作人员非常友好 就算英语不好 也完全没有关系啊 所以很正常的就能过了 我连科目二 我连那个理论 我连路考都已经开始练习了 结果科目一还给我干瓜了 我对你科目路考没有细心啊 这个为什么老是这样子 你碰了那个对不对 别碰了 我对你的路考是没有信心的 我对我的路考也没有信心 往上提一点 往上 OK可以了 有什么注意事先呢 就是你得需要化个妆 不然的话这个证件照 将成为你一生的心理阴影 粪笔技术 有没有细心啊今天 有 他现在在练习科目一的测题 很多题都不一样 其实题都很简单的 可能我昨天只是一开始有点懵 所以才挂了 但是我还是要努力一下 我们吃饭早饭 接着出发考试 我今天一定会过的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 昨天我没有过 不是因为他题太难了 只是因为了我比陈阳先考 我先去 先去的可能他跟电脑上 我们在家里模拟 跟现场考试 有点区别 我有点懵才挂的 是这么个原因 去完了 圈圈呢 圈圈拿过来 圈圈给我 圈圈给我 好 过来啊 坐 坐 OK 等到他差不多 他現在11點40分 他11點15分的考試到現在出來了 溜了一圈 怎麼樣 怎麼樣 過了還能怎麼樣還要考三回 過票看 票看 票在這裡 不行壓力過了 第二次不容易 第二次不要重複第二次好嗎 我知道的 然後我們又一人一張票 因為他其實很多題 其實還是跟題庫有一點點區別 但是問題也不會太大 走吧 然後可以回去約路口了 約路口了 昨晚 結果他約了一個 沒有經驗的了 因為他們說 在奧格蘭之前三個月內都約不到 但是昨天晚上成陽 他每天晚上十點半放名額出來 但是昨天晚上成陽十點半進去了 就約到一個名額 但是因為他第一次沒什麼經驗 沒有點繼續 結果就 後面等會反應過來的時候 然後就沒有了 晚上回去再搶搶名額 好帥啊 考完科目一呢 大概一個禮拜之內就會收到一張真那個 嗯 駕駛證 但是它是一個限制性的駕駛證 其實你也是可以開車的 只是你開的時候呢 你需要你旁邊做一個兩年全駕駛的人 然後接著呢 你就回來可以在網上去預約科目二了 科目二呢 因為最近那個新西蘭考科目二呢 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呢 名額就是全靠搶 搶不搶的道路是看緣分的 嗯 截止我們離開新西蘭 這一趟離開新西蘭之前呢 我們都沒有 考上科目二 所以只有我們等下一次去的時候 我們再去考了 就是奧克蘭名額比較緊張 其他一些小地方可能不是那麼緊張了 所以我們後期不排除就是我們會去到小地方去 自加油的時候啊 去考 那其他也沒有什麼 主要是分享以上這幾點 那好啦 今天的視頻拍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